食證 提到福特產品旗下最適合家庭的車款 或許很多朋友就會想到 Horpes福克 至於Mondell 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說 那Mondell就是一輛老車 不過 不過今天我們所試駕這輛柴油四輪驅動的Mondel 或許就值得來讓你看一看 因為它的配備或許比你想像中的還得完善許多 那之所以很多車迷會認為Mondel相較於Focus跟Kuga 感覺是一輛老車的原因 當然其中一部分很重要的就是在於說 Mondel其實並沒有像Focus跟Kuga那樣配備了Level 2的半自動駕駛補助系統 當然這是無庸置疑的 可是其實你要論到這輛車的安全配備來講 其實它依然是相當出色 頭燈有8種照明模式 盲點偵測系統、導車顯影系統都沒有缺乏之外 這輛車也擁有包含是全速域的自動緊急煞停的功能 再來其實我們所試駕的ST-LINE的車型 由於它是頂規的車款 所以它更首次導入了全速域的ACC跟車輔助系統 那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因為這輛車它並沒有額外配備Auto Hold的功能 所以呢當你是紅燈車陣之中的第一台車 你可能在紅燈的地方 你需要自己踩的煞車才會把這輛車給定住 但是你如果是跟著前車慢慢把車子煞停的時候 這輛車則可以藉由它的ACC的這套系統 幫你把車子Hold住 你就不需要打空檔或P檔才讓車子停住 那我覺得這個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另外一方面你如果對於這輛大車在停車的時候 比較沒有自信的時候呢 你還可以利用這輛車的自動停車系統 它就可以幫你完成導車或停車的工作 我們今天所試駕的Mondel它非常特別 是ST-Line的車款 自然就應該擁有更多的運動化點綴 除了包含像是前保桿還有後保桿 有這種類似Diffuser這種空力設計測取 那再來包含在車室的部分 車室登車之前所要跨過的門檻 然後包含像是你方向盤跟座椅上面的紅色縫線 甚至是車式的黑色頂篷這些都可以大為加分 那再來除了這輛車還擁有換檔撥片之外 我覺得更讓我喜歡的 則是它已經換上了19吋的雙色輪圈 而且裡面還有紅色的煞車卡鉗 會讓這輛車的這種整體的運動感大為加分 另外在這輛車帥氣的外表之下呢 或許很多人還沒上Mondell之前可能就會認定說 Mondell車內一定就是舊世代的東西 當然你如果要這樣講的話 尤其你看到它的方向盤 它各式的設計來講確實是跟它的舊款是很相似的 而且也沒有新的Focus那麼樣的具科技感 但是你看到它這個內牽式的中控 其實它裡面的中控系統 一樣是Sync 3的這套系統 那這套系統除了當然你手機連結是沒有問題之外呢 你如果不想用它的原廠導 手機一插Apple CarPlay、Angel Auto手機連結系統 你不管知道播音樂或是說自己用手機的地圖 都是相當方便的 另外一個如果要跟Focus來比較的話呢 你不論是長腿的小姐姐或者說高壯的籃球員 其實你一坐在Mondell的後座 你可以立刻的發覺 因為這輛車它的椅墊長度是比較長一點點的喔 所以呢自然會讓你覺得大腿的支撐性 是比Focus來得更加出色的 同時它的椅墊也比較翹 那自然呢可以讓你在坐的時候 感覺你大腿被牢牢的支撐著 同時由於它的椅背的部分呢 也比較往後躺一點點 所以自然可以讓人 比較容易的在這輛車的後座進行放鬆 那至於要出去玩的時候也沒問題 你在椅背未倒平的狀況之下 500公升的載物容積 如果椅背倒平超過1600公升的這個容積 所以呢我相信這輛車即便很多人會認為說 它感覺就是舊世代的設計 但是其實當你實際體驗之後 則會發現這輛車在各個方面 舒適性、操作性 甚至說Wagon車型最重要的這種載物能力 其實都有相當不錯的表現 熟悉Mondell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Mondell它並不是第一次採用這個柴油動力 但是呢這一次柴油動力的回歸 其實我認為是帶來不少的驚喜的 當然儘管在它的這個動力設定之下呢 2.0升的柴油四缸溫增壓引擎 搭配水冷式的cooler 它在動力的帳面數據來講 感覺是相當不錯的 190匹的最大馬力 40.8公斤的最大牛力 變露箱部分呢 8速的手自排變露箱 在這樣的結合之下 或許很多朋友在想到 哇這輛車竟然還首次導入的四輪驅動系統 那這樣它的加速應該是相當飛快的 其實這輛家庭取向的車款 它並不是相當著重於它的加速的 由於呢這個柴油引擎轉速 它並沒有辦法提拔到很高 同時呢我認為它的變速箱的換檔速度 也不是特別快 所以整體而言在我實測來講 這輛車大概就是在9秒10秒那個區間 可以完成0-100加速 並不是到特別的快 但是各位並不要就此又感覺有點失望 畢竟柴油引擎的牛力舒服真的很可觀 當你在紅燈轉綠衝出去的時候 瞬間真的可以帶給你非常強的加速力道 所以我相信你在市區的代步是相當適合的 再來講到它首次導入的四輪驅動系統 在像我們今天這樣比較濕滑的路面的時候 它可以為你的後軸多分配一些動力 那自然可以讓你在代步 甚至說高速行駛的時候 帶來更多一些的執行 如果要講到這輛車的操控 其實我們都知道福特車款 它有別於我們熟悉的很多日系車款 它可以帶來非常令人滿意的這種操控表現 那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以看到像即便我今天試駕這台Mondel 它轉向手感來講並不是相當的重手 它還是比較舒適取向 可是呢它所能帶來的精準的指向性 卻是非常值得的成讚的 那在結合它的四驅系統 當入彎的速度有點快一些些的時候 稍微收油它就可以讓我很快的回復 我想要行駛的路線 那尤其在結合它這個懸吊 我個人認為呢 它這一套懸吊 雖然經過ST-LINE的專屬的調教 微微的將車身下降了一公分 但是呢這一公分的差別 確實是跟一般的Mondel來比 是相當有感的進化 因為這一套懸吊呢 它除了讓你在高速的時候 路感增加的更多 可以讓你更清楚的知道 現在車子行駛過的路面之外呢 那我認為它在高速的舒適性 也並不會讓你帶來太多的家庭的這種犧牲 也意味著你車上的老婆小孩 並不會整天抱怨著說 哇這台運動性的車款感覺好跳 所以呢自然可以讓你非常堅固了 你自己開車想要的這種精準感 還有家人的舒適性 所以我覺得整體的搭配也是相當不錯的 熟悉車談新聞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其實FORM Mondeo已經在國外宣布了停產 但是我認為這輛車很難能可貴的地方 就是在於說它就像我們熟悉卻溫柔的老爸 它依然擁有非常溫暖而且寬敞的空間 來照顧家人 但是它同時又懂得旅行俱進 所以我認為這輛車它真的是一個 非常成熟又充滿魅力的代表 我們會請多點訊息 做回到這輛車 我們會請多點訊息